我是朋友 這個豬群還在過貌就太慢了 趕快手刀買起來 大家好 歡迎收看金牌BB 我是你 我是謝涵 我是志涵哥 龍哥 最近這個行情你怕不怕 最近變數很多啊 一下疫情一下選舉 誰敢玩啊 不用怕啦 這疫苗都快問世了 哥不是常常跟兩位妹妹講嗎 怕輸就不會贏 還是你今天去打 然後你OK之後 我們再去買股票 對啦 OK先打啦 兩位妹妹請冷靜一下 哥還有一歲八個月的小朋友要照顧 所以這疫苗我們還是等他問世一段時間之後 再來去打 叫別人先去打啦 不是 我們在交易上面常常講說 把這個股票賣給有需要的人 所以這疫苗我們就讓給有需要的人先來轉 OK 還不錯 其實疫苗問世對這大家都是一件好事情的 我們這邊要好好去留一下 到底疫苗問世有哪些受惠股 有哪些個股是要先做避開的 所以我們今天一樣是四張牌 是從梅花S開始 然後梅花S呢 是什麼 不要被他騙了 噔噔噔噔噔噔 蛤 realize 他現在是梅花S 那小把戲誒多了 極鬼鬼 那為什麼我們要有這樣子的轉換呢 疫苗問世之下 總共認為居家概念的WFH這邊會跟著怎樣 跟著網上 需求會跟著趨緩 然後甚至是減少的 都是之前的標誡耶 對 沒錯 對相關的族群 我們剛剛有提到這個258的醫隆店 或是什麼 或是三五四年藥院 那我們最近不是說疫情 疫情有再次嚴重的 對呀 都封城喔 但是你可以發現 他們的股價好像都沒有這個力道往上去漲了 反而是往上去做破底 當作疫苗問世之下 他們的跌幅可能會稍微加大一點 現在要趕快賣賣了 好緊張 好擔心喔 還有沒有哪一些機會啊 這是意外受惠 當然有嘛 還有三張卡的機會 再來吧 好這樣啊 第二個 欸 龍哥 這什麼鬼 我都看到後面 怎麼會有燈 你今天到底想怎麼樣 命運跟機會的牌 其實疫苗現在目前全球都還沒有 都還沒有正式核准問世 當疫苗真的出來之後 會不會哪些個股跟著是受害的 那龍哥認為這個族群會是在 防疫概念股 防疫概念股 你說口罩 口罩股啊 可是 口罩 或者是什麼 拿了疫苗就不用戴口罩了嗎 大家都要戴口罩啊 不是 當疫苗真的有效 然後這疫情可以控制之下 那你還需要口罩嘛 甚至連耳溫槍這些呢 也會跟你這樣需求慢慢的盪下來 所以這些概念股的狀況論文 你短信上可能要去留一下 會不會盤出一個頭部進而往下跌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第三張牌 我們剛剛都講受害耶 對啊 沒成績 沒成績 沒關係 我們還有一張牌 這張牌下面會不會有一張紅心山呢 有沒有 我們來看牌講的好了 蜜牌 看一下 非常好 有成績 就是疫苗問世之下的一個受惠股 那有哪些股會受惠股呢 我們這邊來猜一下 Sandy你猜一下 就是疫苗好了 大家都可以出去玩 出去玩之後就買東西 買東西之後就有錢 對 所以Sandy講的觀光股是其中一塊 觀光股實體百貨都是其中一塊 那換大家了 剛剛Sandy說出去玩啊 出去玩幹嘛坐飛機 是不是 沒錯 所以這張牌就是航空類股 目前全球四家公司是賺錢的 台灣就包含了兩家 有一個是華航跟長榮航 那這兩家公司為什麼會賺錢呢 就主要是因為 台灣最大的兩家不是嗎 也不是這樣子 還是他們改成載貨啊 對 就是載貨 真的假的 那其實華為之前不是在趕單嗎 所以它包了很大量的飛機 所以這邊華航跟長榮航 因為位處台灣的半導體的一個重要地帶 所以這邊是呈現一個賺錢的 可是大家對航運的印象都不好 對啊 你價很牛都長不動 其實哥也不太喜歡航空類股 你也不喜歡 你還講 因為哥有一些陰影在 在過去哥那個年代啊 其實你投資航空股會有一定的風險 因為三不五時就有飛機掉下來 所以航空類股坐在 這種哥會有一點點小陰影在 那為什麼要跟大家提到航空股呢 就要拿去看到 這個倉儲物流這一塊 那我們都知道目前預費是節節高升 所以也待望了相關的倉儲物流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PC用 這邊是不斷提升說 幾個小時到或幾個小時到 其實他們競爭是非常非常的激烈 所以這個中飛航啊 或是這個台化投控 這邊投票都可以多做留意 甚至中幅這塊 投票你也可以去多加追蹤一下 它的籌碼跟後事 大家可能覺得是紡織類股嘛 那其實他已經有轉型到倉儲物流這一塊 那航空股呢 投票可以多往這一塊去做留意 可是龍哥你這是航空股 我們現在... 真的是不喜歡嗎 不喜歡 就拿一張S股 你看一張沒講欸 就張S呢 立案狂妄一下 當然當然當然 當然是必要了 那我們就稍微跟大家透露一下好了 張S呢 那是儲能概念股 這邊疫情會改變大家的一個想法 因為大家會擔心說 疫情是不是地球反撲嘛 所以綠色人員之下 儲能也會跟著帶動 所以我們認為說 這一塊只是剛剛開始而已 這一塊上機 龍哥認為很大 所以這兩個 龍哥認為是一個好題材 那至於這兩個 投票短信上把它放過來 短信上可能就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至於說儲能有哪些相關的概念股呢 歡迎大家加入龍哥 跳滾跟來人 龍哥來人的帳號就是 小老鼠BBA5820H 還有龍哥的跳滾FLY1768 喜歡我們的影片 別忘了訂閱按讚加分享喔 金牌BB 我們下次見 掰掰